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的主題 好 大家好 好 嗯 今天題目本來是要假夢吧 那因為剛好新書 我把新書的內容稍微大一下 來唱真的蠻冷的 我今天 我跟小朋友運動會啊 其實他們是穿短袖駛 所以我一下車想多奇怪 為什麼這麼難 那我們要講夢 夢大家在我們團體裡面 上過課應該多少都知道所謂的夢 其實就是我們內在的一個夢體 大家聽過 我會再跟大家解釋清楚 做夢基本上就是靈魂它在一個靈體裡面在遊戲 那我們等一下再說 我們知道 人我們人活在這個世界上 其實一個很美妙的地方是 我們每一個人 你我我們都有一個肉體跟一個靈體 這個大家應該都有這個觀念 靈體是什麼 我們說 活在靈山 莫遠求 靈山只在你心頭 事實上不是 也是但也不是 事實上是我們的靈 我們的活 包備著我們 我們這個肉體 是我們在這個世界上穿上了一件衣服 這個我們要先把這個觀念弄清楚 我們每一個人的內在都含有豐富的靈性 對你要先弄清楚 你在這個世界上會聽過很多的高靈 包括 阿華 接下來才比較好講 基本上我們所有的人跟高靈都是一樣的 你跟觀世音菩薩也是一樣的 你跟耶穌基督也是一樣的 差別在哪裡 差別在他們已經脫掉了肉體的衣服 就這樣而已 其他的部分 等一下我再跟大家講 基本上我們都是一樣的 那你才能知道說 你現在在學的是什麼嗎 最近靈修的話題引起大家很大的討論 靈修是什麼 靈修 現在在這邊你都不好意思在講你在靈修了 放回家背罵 我們確實在靈修 靈修在幹什麼 靈修在修靈 靈是什麼東西 靈它是我們肉體之內跟之外的那個靈 靈體 靈是什麼 我們說 肉體之外它有一個星光體 又有人說它有以太體 有人說有精神體 我們不要講這麼複雜 那你聽過我課 我會跟你說 用不到的知識都是樂視 只有用得到的才是實際有用的知識 我把它全部都同稱為靈體就好了 也就是星光體 其他人我們都不管 靈體跟星光體每一個人都有 每個人都有 你可能會沒有肉體 但是你不可能沒有靈體 那我們現在在這個裡面 到底在學什麼嗎 靈修的新聞大家知道就有很多 另外一個新聞是 有一位好像教授嘛 他得到癌症第三期 後來跟那個醫生說他要回南部區 靈修 後來就是去種田 後來過可能一兩年之後 等你出狀況 醫生就說 本來就是要遵循正規的西醫治療 為什麼會去靈修 好 不是靈修有問題 是方向有問題 我主持癌症關係很多年了 有很多學員都會說 我生病 所以我應該回鄉下去種田 各位 你不覺得這是一個迷思嗎 如果到鄉下種田算一個靈修的話 農夫都不可能生病 那你同意吧 你生病就去種田 那照理種田的人就不可能生病了 好 你生病 就住到東部去 那照理東部的人就不應該生病了 這是一個邏輯上它就是這樣的嘛 所以我們要先知道 我們所謂的靈體它到底是什麼 好 我們要這麼說 靈體跟肉體它之間的差別在 肉體它是我們在這個世界上生活 它必須用到的一個存有嘛 你因為有這個肉體 所以你有吃飯跟睡覺嗎 因為有這個肉體 所以你必須遵循一個時間跟空間的原則嘛 你的肉體讓你必須在你家到來這邊的途中 它必須有一個路途嘛 好 今天如果觀世音菩薩 成願再來 成為一個人 來度化眾生 它也是要變成一個肉體嘛 我問大家 觀世音菩薩如果再成為一個人 來度化眾生它成願再來 它要吃飯嗎 要 它要大便嗎 要嘛 它照樣也是得賺錢啊 所以如果 如果一個靈體 一個高靈來到這個世界上 它要過的生活跟我們是一模一樣的啦 差別在哪裡 差別它在 它是一個高靈 它有經過一個靈體的一種進化的感覺 所以它知道怎麼去面對處理它的問題 我要跟大家說 基本上你現在在這邊學習 也許你以後不在這裡學習到別的團體去 可是一模一樣的狀況是 當你在聽你的老師在講課的時候 或是也許你明年就是一個老師 我請問你 老師在你的面前 如果他是觀世音菩薩成員再來的話 他是來告訴你說 各位我創造了很多金錢 而且我老公都很體貼 我小孩都很優秀 所以我創造得很棒 所以我是觀世音菩薩 你覺得應該是這樣嗎 或是他會告訴你說 各位 其實我的生活有一頓每一頓 可是我內心還蠻平安的 我老公上個月剛外遇 可是我心裡還蠻喜悅的 這個是完全不同的狀況 一個講的是外境 一個講的是內心 請你知道一下 你現在在學的是什麼東西 你現在要學的是你 面對任何挫折的時候 安頓內在的一種智慧跟勇氣 不是你在學習 怎麼讓你的外境創造得更美好 外境創造更美好 我們每個人都需要 物質生活 我說嘛 觀世音菩薩今天就算是成員再來 他依然想要過一個 比較好一點的生活 總不能觀世音菩薩成員再來 結果就當街友 我也不知道怎麼被他更忘 好 物質的享受 物質的慾望 每個人都有 不要說你沒有 事實上人都有 宗教常常都會說 各位 你一定要注意 錢只要去買你需要的東西 不要買你想要的東西 大家都聽過 你做給我看看 你有那種辦法 你做給我 這個是要求小朋友做的 你自己做不到 如果你只是要需要的 不需要想要的話 我跟他說 外面的草族一組也能吃 你都不用花錢 人本來就不可能過這種生活 人心裡都會有慾望 慾望都是正常的 只怕你看不到你的慾望而已 或是否定你的慾望 好 每一個人來到這個世界上的生活 他都是要吃飯要睡覺的 如果今天觀世音菩薩來這邊 也不見得比你的生活過得更好 可是 因為有累積的智慧 他應該比我們更會清楚說 他如何去面對生命裡面的創造 面對生命裡面的衝突跟挫折 這是我們要學的 脫掉這個外衣 肉體是一個外衣 如果脫掉肉體的外衣的時候 我們跟高齡是不是一樣 是是一樣 可是哪裡不一樣 層次上不一樣 層次的差別在哪裡 進化的層次不一樣 那個就是我們依靠 我們日常生活裡面的學習 再讓自己有一個進步的地方 我們的內在 我們常說 有一些小朋友是含著金湯子來出生的 我們會說有一些人天生就很好命 我跟大家說 每一個人都是含著金湯子來出生的 為什麼 每一個人 他的內在都具足了 富足 具足了智慧跟具足了健康 只是看我們頭腦裡面的那個障礙 有沒有把它去除掉 如果我們內在的那個障礙 把它去除掉之後 內在的智慧跟慈悲 它本來就會這樣放出來 所以 你如果在這邊學習久了 你一定會知道 我們內在 靈的部分 靈的部分每個人都是健康的嗎 靈的部分每一個人只要經過學習 都是健康的 會有很多電影像 英雄式的電影 像金鋼狼 浩克 有人看過嗎 這麼有名的 全世界最長的連續劇 大家都沒看過 漫威英雄 那個金鋼狼跟浩克 他們是不是受傷 就馬上會恢復 是啊 肉體是不可能的 可是那個是一個象徵 靈體每一個人都去除了這樣的本分 天分 每一個人在精神受創之後 他應該都有一種自我療癒的本能 所以我們在心靈裡面 靈修裡面講的是什麼 是內在先健康起來 再帶動外在的健康 這樣公義嗎 公義 我們怎麼能讓我們的內在健康起來 那我們就要去認識我們的內在的本質啊 內在 我們內在是什麼 我們內在 我們內在 就是那一個連 那一個連 它本來就是具足了智慧跟勇氣跟慈悲的 好 那我們要做的事情 只是把那一個內在的部分先認識清楚嘛 我們說齁 高齡看到的人是一個全面的一種格局嘛 過去現在又未來同時存在 然後我們所看到的 眼睛看到的 是只有當下 可是 你有沒有辦法 讓你的過去現在跟未來同時存在 可以 把你的心稍微清淨一點 它都同時存在 怎麼樣同時存在 各位你有沒有心電感應過 每一個都有 我們不要把心電感應講得那麼複雜 心電感應的意思是什麼 心電感應的意思就是說 當你在想起某一個人的時候 你打電話給他 同時你的手機 剛好就播不出去 因為他真的打給你 你有沒有經歷過 有 你知道 我們一個分跟一個秒 秒不是一個最小的時間單位 是嗎 好 在這麼短的時間之內 在這麼短的狀況之下 你剛好播給他 在那個瞬間 在那個當下他也播給你 這怎麼會是機率 這個如果是機率的話 我們就不可能每一個人都經驗過 事實上 你這個經驗 大家都知道 每一個人都經驗過 以前 手機沒有那麼普及的時候 就是 你打手機給他 他剛好在 室內電話線上 播給你 現在手機 普遍的時候 你播給他 他同時也在播給你 這個不是一個很特別的經驗 這個你只要在任何講堂裡面講 幾乎所有的人都有過同樣的經驗 它不是一個很特別的事情 就跟吃飯睡覺 一樣普通 所以我們都知道 這個叫做心電感應 心電感應 或是你莫名其妙的就會想起某一個人 這個叫做心電感應 好 這個心電感應的東西 它是存在於哪裡 存在於我們的靈體裡面 還是跟大家強調 你在靈的部分 跟歡師菩薩跟耶穌基督都是一樣的 你所謂的靈修請你把它弄清楚 我們是要把我們內在的那一塊靈開發出來 你不是沒有 是遺忘了而已 在以前一些心靈書裡面 大家都有看過 有一個人在路邊祈禱 他屁股下面做一個箱子 在那邊祈禱 後來智者走過來跟他說 那你不是一堆錢嗎 他說在哪裡 那你屁股下面 打開就是這個故事大家都聽過 我們每一個人都有那個部分 就在我們的心靈裡面 好 我們現在是這一點 我們再來開始講夢 為什麼呢 因為夢體就是靈體 夢就是靈 每一個人每一個人每一天的生活 都在肉體跟靈體裡面 一閃一面 一閃一面 所有的人都是一模一樣的 你現在活到這個世界上來 你沒有辦法跟你的靈的部分完全脫卸下來 為什麼 因為肉體跟靈體總是在一閃一面 一閃一面 你醒的時候是用肉體生活 睡著的時候就用靈體來生活 肉體生活好不好 太好了 肉體生活為什麼好 因為肉體它的震動頻率慢慢慢慢 非常非常的緩慢 靈體不是這種運作的嗎 肉體真的很慢 肉體你怎麼堅信信念創造實相 都會發現創造不出實相 你今天去上班 你很討厭一個同事 經理在想 我有學過信念創造實相 下個月被震得掉 下個月被震得掉 這個大概許願許了三十年 跟你同一天退休 為什麼會有這個狀況 因為肉體很緩慢 緩慢好不好 太棒了 人如果不在緩慢的世界裡面生活 你永遠都沒有辦法轉回來看你自己的 你今天許願了 下個月他離職 下個月他退休 下個月他被震得掉 可是 到下個月他一人好彤彤都坐在那裡 到下個月 他一人是坐在那裡 在下個月他一人坐在那裡 最後你又發現一件事情 與其轉他互助轉我 反正他還是好好坐在那裡 我不如把我自己答應好了 即便也是一樣的喔 今天身體長一個癌症 進來老師跟你講 你要想你會健康 你才會健康 問題是你今天想你會健康 下個月去檢查 他也在那裡 他怎麼一動也沒動 或是縮小縮了一點點 所以這告訴我們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 肉體的變動向來是比較慢的啦 他也可能瞬間就轉變 可是他真的是很慢 以前 有一個個案 就是太太生病 然後我們學著叫他 說看要不要試著讓自己的心靈平靜一點 他說信念創造實相啊 我相信我太太會好 他應該就會好 病程一天一天在進託 過了半年一年之後 有人跟他說 裝作不太好 你要不要接受一下這個事實 信念創造實相 我相信他會活 他就會活 最後人昏迷了 醫生跟他說 你要不要接受一下實相 沒有沒有 信念創造實相 我相信他會清醒過來 他就會清醒過來 這個是一個迷思耶 為什麼呢 因為 肉體 它本來就是變動比較慢 有可能瞬間就變喔 可是在大部分的狀況之下 它的變動是比較緩慢的啦 靈體就不一樣喔 靈體變動是很快的喔 你的南科一夢 它是瞬間就會讓你 一下就個八十年的啦 這個就是靈體 靈體它的變動是很快速的喔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周旋在 肉體跟靈體的變動裡面 一下肉體 一下靈體 一下肉體 一下靈體 這樣的好處是什麼 是讓我們學會 會讓我們的內在都更空靈 更清靜起來呢 它是一件很 肉體為什麼會這麼棒 是因為 它真的太慢太慢了啦 我知道大家都會用很多形容詞 來形容我們的肉體啦 光陰事件歲月如說 可是你還有辦法如說到 像夢境裡面那樣嗎 不太可能 因為肉體它必須有個緩慢的進程 緩慢的進程才能讓我們仔細的學習 好 靈體呢 靈體它就不一樣喔 靈體它就是一個快速變動過程啦 所以靈體的頻率它是比較快的啦 靈體喔 那基本上 只要你想要什麼 它馬上看到就是什麼 因為在靈體的世界裡面 信念創造設想 馬上想馬上就出來 你在夢境裡面就有這一個特色 好 我們再講喔 肉體 當它疲勞之後 睡眠之後 它就會進入到 靈體的世界 靈體的世界就是夢境的世界 夢境的世界 夢對你個人來講 它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它是有意義的啦 你今天要先認識夢 你要知道它的意義在哪裡啦 因為我們都學過心靈課程了啦 我小時候 我爸爸沒有學過啦 每次早上起來我們要講夢 他就會跟我們說 你就是睡太晚 太晚了 好 那沒有學過 這樣講應該也還算合理啦 可是我們已經學過了 你就沒有辦法再這樣想 因為靈體它畢竟 就是 在夢裡面 它是一個堅持的 比較真實的存在嘛 好 我們在 講夢 每一個人的夢 都有 兩個段落嘛 我們常常都在說 睡覺 睡不著 睡不著是台灣人 普遍的通病的嘛 健保局跟衛生局 常常都在說 那個安眠藥不要再 不要再吃啊 可是民眾要吃啊 那它 其實我有時候也覺得健保局很矛盾啊 不然就把安眠藥直接把它當禁藥 就沒有了嘛 它又說 大家可以吃 又說盡量讓大家不要吃 這樣讓我們開藥的人 很為難 真的很多人都在吃 好 夢境齁 它是從睡眠裡面進去的 我們很多人都是在 入睡的時候有困難 入睡 它是從醒進入到夢裡面 誰能告訴我 人是從 人怎麼從醒進入到夢 你能不能完整的描述 從醒過度到夢 相靈的過程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根據 村上春樹的描述 醒到 醒到睡之間 就只是一塊板子把它抽掉 一下就不見了 人齁 就是在那個切換裡面 從醒 進入到睡眠 我們很多人沒有辦法入睡 是因為頭腦在持續的放電 因為我們都是用腦的一組 你現在坐這邊誰都是用腦的一組 你的工作是獵山豬的舉手 我可以 我們都是用腦的世代了 現在用體力的不多 即使你今天是務農 你還是用腦 因為你必須要發展一個科學性的農業 你都是用機器的人 大多數的人都用腦 用腦 當他用到一個過度的程度的時候 或是教育到過度的程度 就很難入眠 因為你的頭腦一直尷尬一直尷尬 所以到你要入睡的時候 頭腦會提醒你 你要入睡 為什麼 因為你放不下頭腦裡面的東西 你在心靈課程裡面學久了 睡眠一定會比較簡單一點 為什麼 因為你能學習讓你的頭腦 稍微的空白掉 也就是說把你意識的焦點轉到其他地方去 好 人從醒到睡中間 他有一個夢前的時期 我們不講失眠 失眠回去 如果有問題的話 自己回去練習一下 就是 在你睡眠的時候 試圖把你的注意力的焦點 從大腦轉到你的呼吸上面 試著做做看 如果今天你已經失眠了 我跟大家說 之前應該跟大家講過 如果你今天已經失眠了 你就已經睡不著了 勇敢一點 告訴你自己 今天好好體驗失眠的感覺 試試看 你如果今天已經失眠了 失眠的人 老是在抗拒失眠 老是在想 今天我沒有睡 明天上班怎麼辦 給大家一個建議 越抗拒你越睡不著 你倒不如就直接告訴自己說 不要睡 別睡了 我不行去學生 因為你又有什麼主意 我是沒意見 你如果真的睡不著了 就告訴你 今天我不睡 我要好好來體驗 失眠的感覺 明年起來我要再寫 一千字的失眠經驗總檢討 好 如果你能這樣做的話 睡著的機率多一點 為什麼呢 因為越抗拒越睡不著 越抗拒你就越難以入眠 好 如果你已經決定要 好好的體驗一下 睡不著的感覺的時候 就讓自己躺在那邊 進入靜心的功課裡面 就是把你的注意力的焦點 從頭腦移到你的呼吸 觀照你的呼吸 觀照你的呼吸 慢慢慢慢你的頭腦自動會空掉 空掉之後就會慢慢慢慢的睡著 就這樣 如果你睡不著呢 繼續保持這個動作 那有的學員會問我說 黃醫師如果我過了一個晚上 都還是沒睡著呢 我說 你厲害 你連續靜心了八個小時 這不是一般人做的道理 這個方法 回去練習看看 練習看看 如果你真的有失眠的問題 那我們 把失眠的問題先 因為現在要講夢 好 人 從 睡 醒的時候要進入睡的時候 中間會有一個 一個時期是比較 過渡階段 那個過渡階段 就是人要從肉體切換成靈體 靈體 跟肉體 它是不太一樣的結構 所以肉體要切換成靈體的時候 它會有一個 轉折過去的時期 這個轉折過去的時期 我們叫它 夢前時期 為什麼呢 因為緊接著在這個後面 你的身 你的靈體 就要脫離你的身體了 你的靈體脫離你的身體了 每一個人每天都在玩這個遊戲 你每一個人都是自由的 進入夢之後 第一個階段就是 肉體跟靈體 它要稍微做一個分離 不是完全分離 你不是躺在那邊變植物人 不是 你肉體跟靈體會稍微做一個分離 因為靈體要離開身體 去稍微活動一下 你今天人 在怎樣陷入在一種不自由的環境 你的靈體都還是有這個功能 好 在肉體切換成靈體的時候 有一個夢前時期 在夢前時期的時候 你的思緒會進入一種 極度的混亂的狀態 它是一個象徵 因為是在切換 切換 它會混亂 這個時候你可能聽到有人在叫你 你可能會想起某一些事情 整個都是混亂的 甚至有一些人 包括我自己 可能在那個時候 你已經在聽到你自己的呼吸 跟那個打呼的聲音了 就是有一個聲音 在你的耳朵旁邊已經有了 可是 你的意識已經開始錯亂了 不是錯亂 轉換 轉換 好 進入之後 夢 分成兩個時期 第一個時期是 非動眼時期 第二個時期是動眼時期 這個你只要查一下生理學的書 或是我們查一下都有 非動眼動眼 非動眼動眼 總共大概會 在一個晚上七八個小時的睡眠裡面 會經歷七到八個周期 非動眼動眼 非動眼動眼 就是這樣 經過七到八個周期 那我們等一下再解釋 從醒到睡 第一個時期是非動眼 非動眼的時期是 靈體要離開身體 靈體要離開身體 補起來 每一次都很如意嗎 不一定 不如意的時候要怎麼辦呢 蹦 掉下來 掉下來 掉下來的時候 產生了全世界統計出來最多的一個夢 那夢是什麼呢 走樓梯 不蹦 掉下來 在大馬路上走 蹦 踩到水溝 掉下來 各位 我們不要說有做過這個夢 沒做過這個夢的舉手 每一個人都做過 每一個人都做過 就是靈體要飛起來的時候 你可能 心裡還在焦慮 心裡還可能在擔憂一些事情 瞬間 蹦 又掉回來了 這個是 所有人通通都做過的 全世界統計過最多的一個夢 飛起來 掉下來 就這樣子 掉完之後 你還是會睡著 這個你要先把它認知清楚 以前我在 大學讀那個心理學的書的時候 非常的離譜加荒誕 以前心理學怎麼解釋呢 他說因為 我們的祖先 都是住在書上 睡到一半掉下來 我們都帶著祖先的回憶 這厲害 我們都帶著祖先回憶 那我們還有山領洞人 我們還有北京人 我們怎麼那麼多回憶呢 不是這樣 是因為你的靈要離開 結果瞬間都掉下來 好 掉下來之後 我們就開始進入做夢 做夢 它有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叫做 悲動眼時期 非動眼時期 非動眼時期就是 靈體離開肉體 我跟大家強調一下 不是完全離開 它至少有一個銀帶蓮子 然後它至少還有 因為人有很多意識體 它不是全部都離開 那 這個靈體離開肉體 那再回來之後 回來之後 叫做動眼時期 動眼時期 它就是我們頭腦裡面的夢見 這樣了解嗎 就是這兩個時期 離開 非動眼 回來 動眼 離開是靈體真的在做夢 回來 是靈體在重演一次 剛剛所經歷的夢境 或是你的白天的情緒的發現 它就是這兩種 為什麼叫做非動眼呢 是因為在那一段靈體離開的時間 你的眼睛沒有在轉 然後同時你的心跳 血壓 可能都是穩定的 到動眼的那個階段 眼睛開始有在飄動 有在飄動 所以上次跟大家講 你如果不信的話 回家試試看 不是失你老公 失你老公你會被打一巴掌 有一次 因為我們的小朋友還小 有一次我就跟我老大說 我們來看看 弟弟現在有沒有在做夢 眼睛打開 轉來轉去 我老大說 真的有耶 轉來轉去 那個叫動眼時期 小朋友可以啦 大了不行啦 晚上沒事就把你老公給民國鬼 可能不要打 好 那這兩個夢的時期 它本來就是不一樣的啦 所以齁 你在聖書裡面 或是其他的夢的書裡面 你都會讀到這兩個狀態 這兩個狀態齁 它有時候寫得滾搖不清 兩個都叫做夢 它也沒有把它分成前夢或後夢 兩個都叫做夢 所以你在讀的時候 有時候你不是很清楚說 它到底在講哪一個夢 譬如說 在靈體離開那個時期 再次有提到齁 每一天做的夢都有可能是連續的啦 可是在後面進來那個時期 很少人是連續的啦 因為每一天的夢 就是你每一天用的象徵的東西不一樣 好 那我們說齁 在離開跟回來那兩段時間的夢 它是兩個不一樣的狀態齁 離開的那個階段 它叫做那個靈體就是離開身體嘛齁 離開那個階段是聖書裡面提到齁 我們所有的人都有可能在離開的那個階段裡面 跟我們的親人 離開的親人相見面 不是只有離開的親人 沒有離開的親人 也可以相見面 為什麼呢 因為所有的靈體在那個時候 可以開成學會 就這樣 而且齁 再次有提到齁 所有的靈體 在那個時間的運作裡面 是不需要有時間的法則的啦 也就是說 在那個時間裡面 你也許過了80年 可是你的肉體並沒有特別老化 因為我們每一個人在那個裡面 都必須再重新去經歷 靈的信念創造實相的過程 因為在那個裡面 你幾乎想到的事情 瞬間 它就會成真 可是 那一個階段齁 我們所有的人 幾乎回來之後 都不可能記得 為什麼要記得 為什麼不能記得 因為我們的人生 必須對焦在物質世界 我們的人生 不能有太多的對焦 我們的生命齁 你今天之所以選擇 之所以成為一個人 是因為我們的生命 本來就要對焦在物質世界 你今天齁 喜不喜歡你老公 他都在你身邊 你喜不喜歡你的小孩 他都在你身邊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必須對焦在物質世界裡面 然後來學習 靈體它的狀態跟我們的狀態 並沒有完全一樣 可是 在這個不一樣裡面 如果你同時又要記得你靈體裡面的經驗 它就會變成跟前世今生的感覺一模一樣 我們在座 沒有人會記得前世 誰記得前世 你記得前世都是亂掰的 人本來就不用記得前世 這大家都知道 小朋友在五歲之前 有可能依稀記得一點點的前世 但是很快就不會記得 小朋友大家知道 五歲之前有些可以 可是大部分還是都不行 為什麼 因為小朋友出生之後 小朋友剛出生的時候 小朋友剛出生的時候 夢跟醒之間沒有非常的清楚 靈體跟肉體之間 它沒有很清楚 因為他才剛過來 所以我們傳統都會說 小朋友躺在那邊都會 奔奔希望 叫做沉悶的人 他本來沉悶是真的在人 不然他不可能在那邊撒笑 小朋友不是傻瓜 那他會在那邊看來看去 然後就是會有一個 跟人家在玩的感覺 可是呢 這個感覺他遲早都會失去 為什麼呢 因為人要對焦在物質世界 在師 他講了一個妙譽 他說小朋友剛出生之後 大概在前一年兩年時間裡面 他會發現 生而已為一個人 他會肚子餓 肚子餓 肚子餓的時候呢 他要吃東西 吃東西的時候呢 他會像所有他認識的人 想要要東西 是嗎 可是他發現喔 跟關心菩薩要東西 也沒有 跟妖師金母要也沒有 跟聖母瑪利亞要也沒有 只有媽媽會去幫他泡磨奶 最後發現一件事情 有奶才是娘 所以 再次說 小朋友 遲早到最後都會發現 只有物質世界 才是一個真實的世界 所以 我們所有的人 我們都不需要記得 前次太多的事情 那 基本上 我最近有幫那個 魏師博士的書寫了一個序 他講的是前次療法 可是如果是在我的團體裡面 我會建議大家 不需要用前次療法 因為前次療法 真的 我是覺得不太需要 當下的問題 回到當下解決 前次的問題 那個是前次啦 那我們很多朋友 如果你身體 譬如說有癌症 或是小孩子有憂鬱症 常常都會想去問通靈的師父說 為什麼 我前次到底造了什麼孽 為什麼我今生會遇到這樣的苦果 可是我還是跟大家說 不需要 不需要 我記得我之前有跟大家舉例過 你知道人間 最嚴重的一種罪行 是什麼行 罪惡感 我不要說罪行 是什麼 是殺人 殺人 我們這裡面的人 有殺過人的舉手 我們不可能有人殺過人 絕對不可能 你知道殺人 是一件非常非常嚴重的事情 我不是說行者 行者是一回事啦 行者你知道沒有被警察抓到 有沒有人知道 可是人 殺完人之後一定會有罪惡感 人有一些天生與生俱來的一種感覺啦 誰都有啊 你今天站在這個高樓上面 我們想想看 你會不會絞軟 會嘛 這個是人天生配備的一個感覺啦 因為你會絞軟 所以你不會靠近高的地方 你就不會掉下去 欸 人是天生有配備這個感覺了喔 你今天 什麼都不懂 你也沒有看過動物星球頻道 你也沒有看過圖鑑 你在外面 看到一條蛇 眼睛蛇 半石嵌 張開 牙齒露出來 你怕不怕 怕不怕 怕不怕啊 這個是為什麼 這個是人 生物與生俱來配備的一種感覺啊 他告訴你有危險就要逃開嘛 所以 任何一個人 你看到火在那邊燃燒 你會走過去嗎 不可能 為什麼 人天生本能就是有配備一些感覺 殺人 是一個罪惡感啊 那個跟你有沒有學過沒有關係啊 好 你今天都沒有殺過人 那當然你會覺得 這跟我沒有什麼關係啊 我們身邊也沒有人殺過人啊 有人殺過人 我的個案裡面喔 有一些老伯伯 他年輕的時候殺過人啊 光明正大的殺人啊 喔 戰爭啊 好光明正大 炸日軍啊 炸那個共產黨啊 你不要以為光明正大的殺人 你就沒事喔 光明正大的殺人 只要殺人都有作用感 給我作用感 給我作用感 好 殺人之後 呃 之前有一個個案 他八十幾歲 每次不管高血壓還是糖尿病 來都問我同一件事情 是不是我年輕的時候殺了兩個日軍 我今天血壓才會高 我還不跟他講 那兩個日軍沒有讓你血壓高 是你的緊張讓你血壓高 可是 人的頭腦就是有白癢有得到嘛 對不對 好 你今天 你今生都不可能再殺人 這個你應該確定的是吧 我問你 你今天如果是身體不舒服 或是 家裡齁 夫妻之間有障礙 你去找通靈師傅 他幾乎都怎麼跟你講 通靈師傅齁 通靈師傅齁 把他打來講都差不多了齁 你是老爺 你老公上輩子是你的卑女 差不多大家看到 都一模一樣的狀況啦 奇怪了啊 上次人 當中人 一種是老爺 也是一種卑女 對 第二種 就是將軍他 他的敵人 你上輩子是將軍 你老公是那個敵人 你把他殺掉 我問你呢 你今天疾病可能會好了 印進去你頭腦裡面的前世說法 他會消掉嗎 不會消掉 你沒有帶有錢 你才會來 所以 之前我跟大家講過 約瑟問賽斯說 賽斯在你那麼多人生經驗裡面 你有沒有去尋找過前世 他說 我從來就沒有過 約瑟問他說 為什麼 他說 一旦你進入前世 你就回不來 因為你的印象沒有辦法去逐 不是你去前世回不來喔 自你帶著前世的印象回不來喔 你沒有辦法回覆你原來乾淨的一個自己 許醫師有一本書叫 孩子都是老靈魂嗎 全部孩子都是老靈魂嗎 各位你是老靈魂嗎 我跟你講喔 人不是只有老靈魂 人都是新靈魂 人是一個大靈體 大靈體 我們每一個人來投開 都是一個新靈魂 他只是帶著老靈魂的一個記憶喔 為什麼 因為舊的靈魂的影像 會進入到新的靈魂裡面 所有靈魂都興奮出來的東西喔 這就是告訴我們說 我們在夢境裡面 人都會挑舞起來 人都進入靈體 那個是要學習一個新的經驗 可是 那一部分不記得 真的沒有關係 那哪一部分要記得呢 是 第二部分的夢境 靈體回來之後 它會進入到一個頭腦裡面 這兩個有什麼不一樣 物質化 對 靈體的經驗 靈體去的地方 我們用現在這個肉體的眼光 有時候根本就看不懂 可是一旦進入頭腦的轉譯之後 頭腦不可能用它看不懂東西來轉譯嗎 所以 你所有的夢境 你全部都懂 這個就是我們所經驗到的夢境 你的夢境 你一定都懂 為什麼呢 因為它已經經過頭腦的轉譯了 頭腦轉譯會用什麼 會用頭腦看得懂的象徵 所以 夢的過程 你就完全都懂了 為什麼 因為那個過程裡面 全部都是用你看得懂的影像 所以我們現在要跟大家講 就是 主要是這方面的夢境 為什麼呢 因為這方面的夢境 要解開你心裡面 糾結的情緒 夢境是一個療癒 夢境不是沒有意義的 我們都在夢境裡面療癒我們自己 我今天只是把這個東西先把它告訴各位 講清楚而已 事實上 你完全都不了解夢也沒有關係 因為 你就算在什麼不了解夢 夢都在幫你療癒 這個就是夢 這是人天生配備的一種本能 好 夢境 在第二個階段 我們說 有一種夢 它是第一個階段的夢 轉譯過來的夢 在第一個階段 你可能遇到什麼事情 我們常常都會說 親人過世之後 我們沒有辦法 我們沒有辦法 跟他接觸 上個月 我有個朋友 跟我說 他爸爸因此 掉到漁溫裡面過世 他說他很難過 然後 他問我說 這種 上肚子通道 會通得多久 幾下我跟他說 你不用那麼煩惱 其實 你爸爸 隨時都在天上看著你 他沒有遠離你 然後他跟我說 這種宗教的講法 但我覺得蠻辛安的 我本來都覺得 我爸爸離開之後 我只能在幾早的時候哭一哭 他在天上看著我的話 我會覺得 好像比較安心一點 我跟他說 如果你能接受這個觀點的話 我就跟你講 我昨天講的 不是時情 我說 你爸爸 現在還在你身邊 他就不接話了 那為什麼呢 我們有時候沒有辦法接受 我們跟靈還有那麼密切的來往 事實上我們跟靈 就真的還有很密切的來往 那個來往的時間在哪裡 在夢裡 第一階段的夢 我們每一個人 在第一階段的夢 夢裡面 都跟過去的人 還有現在的人 都還有來往 所以 有時候 我們會夢見我們身邊的人 我們會夢見過去的親人 好 當我們在夢見過去的親人的時候 我們幾乎都會發現一件事情 轉移過來的時候 如果你現在生活很平順的時候 我不要說你現在生活特別悲慘 生活悲慘 可能會有點頭盛 如果你生活很平順的話 幾乎百分之百的人夢見 過世的親人回來跟你say hello 都是笑咪咪 都是笑咪咪的 為什麼呢 因為 靈界的世界 等一下我下半段再跟大家稍微介紹到靈界 靈界的世界 是 如此的平安跟美妙的 所以 我們在第一階段 遇見 過世的 祖父母跟父母親 他們常常在那個時候 其實都是開心的 所以 我們常常用人的角度 人的角度常常會覺得說 我們親人往生之後 他到底哪裡去了 事實上 你如果看過賽斯書 你都知道 大多數的人 死了之後 比活的時候 過得還好 當然不能這樣講 因為怕大家要考慮自殺 但是 事實上 靈的世界 它是比較活潑一點的 人齁 生活裡面 人 人才有這麼多的疼痛 才有這麼多的不舒服 我們如果講到地獄 你都知道 其實地獄是人發明出來的 所以大家知道 古代沒有地獄 古代地獄 地獄是人造的還是神造的 人造的嗎 地獄其實是一個遊樂場 沒有人就沒有地獄 地獄它的 它這個遊樂場的主題是什麼 大家知道嗎 疼痛 上刀山 因為要踩那個刀子 它會疼痛 拔舌頭也是為了疼痛 挖眼睛也是為了疼痛 下油鍋也是為了疼痛 對不對 這是人發明的遊樂場 這大家同意嗎 古代沒有地獄 古代怎麼可能會有地獄呢 地獄是跟什麼同時存在的 罪惡感 罪惡感同時存在的 以及幫人定罪惡存在的 可是 最大的罪惡我們剛剛講過了 是什麼罪惡 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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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殺人有那麼罪惡嗎 沒有 在座應該每個人都有看過 賽德克巴萊 在古代還不是農業社會的時候 族群跟族群部落跟部落之間 為了鞏固自己的人口跟地盤 鼓勵年輕人做什麼 殺人嘛 因為他們要鞏固自己的地盤 在那個世代裡面 從來就不會有長老跟他的下面的那個青年幹部說 欸各位 殺人會下地獄喔 對不對 那誰也敢去殺人 那那個原住民的社會不是瓦解了嗎 不可能嘛 所以在那個年代裡面 根本沒有地獄嘛 地獄是人發明的嘛 人發明 地獄是copy人間的監獄 然後再把它做一個 想像 然後再把它擴大 再把它深化嘛 喔 地獄的裡面 一個很重要的部分就是 痛絕遊樂園嘛 對不對 上刀山下油鍋 或是挖眼睛 或是拔身後 或是用火烤嘛 你想得到的 全部都是圍繞著一個主題 就是痛絕嘛 可是你知道齁 人如果變成靈體之後 他唯一 他最明顯失去的是什麼 大家知道嗎 痛絕嘛 痛絕嘛 所以 地獄只能適合活人來想像嘛 對於死人來講 地獄是一點功用都沒有的嘛 因為你踩刀山 結果你都不會痛嘛 你下油鍋 結果像在pop嘛 因為不會疼痛嘛 然後 舌頭一拔掉 又長出一個舌頭嘛 因為靈體是完全可以痊癒的嘛 所以舌頭拔掉也沒痛絕嘛 所以也不知道在拔什麼意思嘛 那這個就是地獄的功能啊 它的功能 它就是建立在活人的一種想像裡面 所以大多數的人 依我們東方人傳統的想法 身為搖曳死為休息嘛 那大多數的人 其實在靈的世界裡面 都是活潑的嘛 因為靈的世界自由自在 那所以你所夢見的 往生的新人 大部分來跟你say hello 都是笑咪咪的人 什麼時候沒有笑咪咪呢 你心情不好 投射出來 投射出來 媽媽過得不如意 爸爸過得不如意 那個不見的是他們 常常都是你內在的一種投射 所以我們說 基本上如果是靈體離開的那一段時間 它是一個夢境的話 你所看到的一些過往的情人 在象徵的世界裡面 他一定是笑咪咪的 所以我爸爸過世之後 前一兩年啊 我媽媽常常都夢到我爸爸 每次起來 就跟我說 我媽常都夢給你爸爸回來 笑咪咪 不知道在笑什麼 那幾乎每次都這樣講 好 在這個夢境裡面 第一階段的夢境裡面 你會不會 有可能忽然醒過來 會不會 有可能 醒過來之後 那個叫什麼夢呢 出體夢 清明夢 出體夢是什麼意思呢 你每一個都夢過 所謂的出體夢 就是在你的夢境裡面 你明明就知道你在做夢 你在夢境裡面 站在這個高樓上 或是站在一棵樹的樹上 然後你告訴你自己說 這是我的夢耶 我愛怎麼樣就怎麼樣 我現在站在這個高樓上 我應該可以踩在空中飛 結果一踩出去 你站在空中飛 這個夢大家有沒有做過 幾乎都有啦 這個叫做清明夢 又叫出體夢 那個賽斯文外本書叫做 靈魂出體 什麼三十天 三十天學會靈魂出體 三十天學會靈魂出體 它講的就是夢 不是我們坐在這邊 不然出體喔 不是喔 是在夢境裡面 做一個出體夢 或是清明夢 好 這一階段的夢 這一階段的夢 它主要就是出體 好 那回來之後 它會變成頭腦裡面的想像 轉化 轉化 這轉化之後呢 它會變成我們的一般的夢 我們一般的夢齁 就是我們在寄夢 有人在寄夢 有人在寄夢齁 每天早上起來 把你的夢寄下來 把你的夢寄下來 你寄的夢 有預知嗎 幾乎沒有 有些有啦 但幾乎沒有 你寄的夢有邏輯嗎 幾乎沒有 你寄的夢有什麼意思嗎 幾乎沒有意思 那為什麼還要寄呢 那為什麼還要寄呢 因為不寄 你沒有看法 認識你自己 我們說喔 做夢裡面 其實最多的是哪一種夢呢 發洩情緒的夢 這個才是重點喔 前面那個講的 處理那一階段 其實我們都不記得了 重點是 後來進入那個夢齁 它是一個 它是一個 那個 那個 發洩情緒的夢 當然在處理那一階段 夢裡面 它有時候轉回來 是一個象徵 象徵 我們 我在處理沒有提過一個故事齁 就是 港高主李淵 他做了一個夢 這個是千古有名的夢齁 李淵 做一個夢 夢見 他躺在床上 然後睡到一半 滾到地上 滾到地上之後呢 有一大堆的蛆爬過來 他的高主李淵 躺在床上 之後 趕快在床上 他說 這是不是代表快掛了 所以有一堆蛆爬出來 這時候 他是家面的解夢師 叫我來跟他講 沒有問題 這個夢太棒了 李淵說 這個夢到底放在哪裡 這個解夢師說 報告大王 這個夢 就是你睡到一半 從床上掉下來 這個意思叫做 陛下 然後 一堆蛆爬過來 叫做 萬民屈腹 這個夢太棒了 你一定會當皇帝嘛 我是覺得這個夢 應該是他當皇帝之後才掰出來 為了增加自己的可信度 那有沒有可能是真的 也有可能是真的 這個叫做遇知夢 而即使你是一個遇知夢的話 他也經過頭腦的轉移了 這種夢多不多呢 其實沒有那麼多 好 在這書裡面他講過一個 外國人也有這個 剛剛唐高祖那個夢 如果外國人做是沒意義的嘛 唐高祖做的夢一堆蟲爬過來 那解夢是人 可能跟他講什麼 many worms 很多蟲爬過來嘛 就失去了意義啊 在書裡面說 外國人也有這種嗎 他說 泰勒 他是一個裁縫 那如果有一天 有人夢見 一個裁縫師 他要結婚的話 醒來之後 他可能就會收到 泰勒先生的席疊 因為 頭腦要經過一個轉譯 轉譯 好 那這方面的夢 預知夢跟株體夢 在我們的夢境裡面 沒有占大多數 大多數的夢 都是發洩情緒的夢啊 為什麼 因為人有自我療癒的功能啊 我們人齁 有情緒的時候 你會怎麼做 上KTV啊 早上聊天啊 去SBA 去慢跑啊 然後去買東西啊 這個都是人 人 都有的一些行為嘛 買東西也是發洩情緒嘛 就是大家都知道 因為我們來到新團體 其實你不用會買東西感到太爛吹的感 家家戶裡面都會有一些東西 買回去 大概過十年都沒打開的了 然後你有一天看到一個袋子在那邊 你還問說 欸女兒這是你買的 不要亂花錢喔 買需要的對方 不要買想要的 你女兒會跟你說 這我的嗎 媽這你的吧 買東西本來就是一個發洩情緒的方式 可是隨著你的學習 這個方式可能會越來越少一點 那我們 不管是唱KTV啊 不管是找人發洩啊 或是不管是做什麼 事實上 他發洩出去的情緒 都是只有一部分 人真的要完整的發洩情緒 在哪裡 夢中 夢中 好 我舉一個 我上次講過一個故事 有一天 我老今年四年級了 有一天他就是 成績沒有卡好回來 沒卡好回來 就 反正爸媽臉色就不會太好看 這個大家 你成長過 你現在有養過小孩也都知道了 我們現在大部分都說 我們只注重品德的教育 事實上 那個叫做假 所有的人只要是 小朋友功課不好 都還是會有點焦慮啊 那小朋友也會被我們帶動有點焦慮 現在小朋友其實 痾 狀況跟我們以前不太一樣了嘛 現在小朋友 有人考試在作弊嗎 沒有 好美 不是因為他們品德上揚 是有人告訴他們說 成績一點都不重要 那我們現在父母 遇到最大的問題是 我們又要告訴他們說 成績不重要 又要跟他們說 好低名很重要 他們實在是非常的錯亂 如果是我們 我們也會很錯亂 對老師來講 當然是好 因為現在小朋友 真的沒有人在作弊了 作弊有什麼意義 你只要考到第一名 也沒辦法給你獎勵啊 好那 這樣也是可以啦 可是 小朋友 如果考試成績不太好 回到家 父母通常臉色 都會有點不太好看 那 在我家 我小朋友 也常常在 教育我 譬如說他 他 考試很多嘛 他有時候 英文可能聽寫會考一百分啊 前兩天數學考七十幾分回來啊 隔兩天我還在問他說 你那七十幾分 不會到底會了沒啊 他跟我說 爸爸你很糟糕欸 我如果考一百分 你頂多稱讚我兩次 我如果考七十幾 你至少念兩天 人齁 不要把負面的一直帶在嘴巴上 我改進 我改進 那 是啊 那他那一天齁 就是考試考不太會回來啦 回來之後 他就想一想說 那晚上我來洗盤子好了 那 去洗盤子齁 盤子一拿起來 一滑就掉在地上了 就破掉了啦 破掉就算了 畢竟盤子也不會嘛 那掃一掃就好了 可是 情緒沒有解除 就帶著情緒去入睡 後來到第二天早上 我太太跟我講說 對你認識好一點 邊哭邊睡邊流淚 我說我是有這麼慘的啊 後來他起來之後 我問他說 你真的邊睡邊流淚 他說我哪有 我說媽媽不是有看到嗎 他說啊有 我真的邊睡邊流淚 我說啊是怎樣啊 是跟你昨天打過盤子有關係嗎 他說沒有啊 打過盤子應該不需要這麼難過吧 也不過就是一個盤子而已 他說喔 我做了一個夢 後來才邊睡邊流淚 我說什麼夢啊 他說喔 我夢見 我們全班在一個大樓裡面 然後這一天是世界末日 天空出現了一個蟲洞 一堆岩漿掉下來 我真的佩服我們現在電影的交易真棒 連蟲洞都出來了 天空出現一個蟲洞 然後岩漿一直掉下來 我說啊 所以 你哭了 他說沒有啦 其實還蠻壯觀的 岩漿一直掉下來 他說 我說啊 再接下來 他說老師帶著我們準備要跑出去 我說啊 所以你很緊張你哭了 他說沒有啊 其實還蠻有趣的 岩漿一直掉下來 我說啊 接下來 他說 老師要帶我們出去的時候 他說 我也準備要跑了啦 結果 一轉頭 全班不見了 正下我們一家人 我說 你很難過嗎 他說沒有啊 這也沒什麼好難過了 把岩漿掉下來 好 我說那你到底是怎樣啊 他說 結果岩漿一直掉下來啊 我說你會害怕嗎 我害怕 我說然後呢 他說 結果岩漿有一顆打到你的手機 我說 所以你為我的手機感到難過嗎 他說沒有 那是你的手機 我說 那為什麼你難過呢 他說 我真的很難過 因為我這幾年照的照片 都在你的手機裡面 然後就變睡變流淚了 世界末日 它其實沒有那麼嚴重 重要的是 就是 那個難過的感覺啦 在我們心裡裡面 沒有浮露出去的 難過的感覺啦 它必須要經過一個難過的 象徵的實踐 人才有辦法發現那個難過的情緒啦 否則我們的情緒會被激壓在我們的心靈裡面 它對我們的心靈是一個殺傷力啦 所以我們的靈體裡面每一個人的內在都聚足了療癒力 那個療癒力 它必須透過一個實境 然後讓你把你的那個內在把它展現出來嘛 所以我之前在演講的時候我跟大家說過 我老婆常常在跟我說她做噩夢 夢到什麼 夢到 日軍轟炸台灣啊 日軍有沒有轟炸過台灣啊 有齁 才怪 以前小 我小的時候媽媽常跟我說 哇 我小時候 那日本人 開飛機來掃 掃 掃 很恐怖啊 我媽媽告訴我 要你的皮 因為你的子彈皮 大沒皮 我說等一下 媽媽說有這個問題 我們台灣不是日本的領土嗎 為什麼日軍人來掃嚇我們台灣啊 他說 我不知道 但是日本人就是來掃嚇我們台灣 後來我長大才發現扯當 那我這回事 大家知道誰來掃嚇嗎 美軍啊 因為我們是日本的領土 日本來掃嚇我們幹什麼 日本瘋了嗎 自己吃自己嗎 好 那我老婆她夢見的是日軍來掃嚇台灣 這證實的一件事情 一切都是象徵 根本沒有發生過這件事嘛 不要說前世的唯一 前世絕對沒有這件事 因為本來沒可能有這件事嘛 所以它只是一個象徵啊 一個象徵啊 一個象徵啊 好 我老大齁 成績比較好一點 我老二成績比較不好 後來老大今年要上播中 我們也在那邊考慮要上哪一間學校好 因為學校在附近都可以選 選完之後去到某一間學校 他覺得還蠻滿意的 那個晚上我就做了一個夢 夢到我們家搬到東南亞 那個國家 東南亞因為沒有講中文 而且它隔壁 這邊是北韓 這邊是越南 我還湊得蠻好 我知道的國家名字都在上面 一邊是北韓一邊是越南 那我就在心裡 我就問我鄰居說 那我如果搬到這邊來之後 那我們家老二以後中文都不會怎麼辦 然後就醒過來 這是代表什麼 焦慮嘛 焦慮嘛 個人的焦慮要在你的夢境裡面 得到一點抒發 而什麼是抒發最好的管道 情境 情境 情境是抒發最好的管道 譬如說你心裡有悲傷 悲傷最好的方式是什麼 解決悲傷 不是找人講話 解決悲傷最好的方式是哭 可是不是每一個人都哭得出來 哭是要有情境的 如果是我自己 我會去 悲傷的時候 我會去找一些非常悲慘的電影回來看 一公升的眼淚 兩公升的眼淚可以 看了之後讓自己覺得很悲傷 那個眼淚就會掉出來 為什麼 它是需要情境的 情境 在這個情境裡面 所有的事情都是象徵 象徵是什麼意思 象徵就是所有的東西 你自己 你自己 所以我們說 你今天 心裡很恐懼 考試也恐懼 公司行好評鑑也恐懼 恐懼完 你做夢夢到什麼 蛇 很多人都會夢到蛇 夢到蛇 什麼感覺 害怕 醒來 你就會覺得你的恐懼去除了一大半 好 你今天 不是夢到蛇 就是夢到被狗追 我問你 你今天在做夢裡面被狗追 有一隻黑狗平民地追你 你心裡一直在想 不要咬我屁股 下一秒 那隻黑狗就咬你屁股 這個不知道大家都有經驗嗎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那個叫象徵 象徵的意思就是說 你在夢境裡面 你就是你 你也就是那條黑狗 那兩個人是一人分四兩腳 你又同時扮演人 你又同時扮演狗 所以 你下次在夢境裡面 如果你是千年夢的話 自己試試看 你叫他不要咬屁股 他就咬屁股 你叫他不要咬頭 他就咬頭 因為 你就是狗 我就是你 所以 兩個東西是 一而二 二而一的東西 所以 在夢境裡面 一個很重要的部分就是 日有所情緒 夜有所夢 不是日有所思 日有所思 也有 可是比較少 大多數都是 日有所情緒 夜有所發現 這個就是人 人 所以 美國的夢境協會 統計了人的十大夢境 十大夢境裡面 百分之九 通通都是 十大夢境 我們剛剛已經講過 第一個夢境就是掉下來的夢 其他九個 全部都是情緒發洩人夢 情緒發洩人夢 好不好 太好了 對你個人而言 好不好 你不懂就不好 為什麼 很多不是心靈的學員都會問說 那些夢 是不是 遇之夢 我會跟大家說 都不是 都不是 全部都不是 你自己去看看 情緒發洩完 人是不是輕鬆一點 是 所以 你去翻周公解夢 或是其他的解夢書都可以 我們常常都會夢到 夢到親人過世 好不好 夢到親人過世 不太好 哀傷 碰苦 但是重點是 起來之後 神清氣霜 為什麼呢 那是你的悲傷的一個發洩 所以 你只要去翻解夢書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夢見親人死掉 跟夢見自己死掉 起來 趕快去買樂托 因為你的 災厄 透過那個夢 過了啦 不是災厄 是 你的悲傷 也就是你的負能量 你的負能量在那個夢境裡面 得到一個解脫了啦 所以 很多人會覺得 我如果夢見親人死亡 或是我自己死亡 常常都會有人說 他夢見自己的告別式啊 為什麼 夢到自己死掉啦 夢到自己死掉好不好 大好 為什麼 你的恐懼跟交易的一個最明顯的反應 就是夢到自己死掉 夢到自己死掉之後 你的負能量去了一大半 起來之後 又有新的一個朝氣出來了 因為 那一個負能量消失了一大半 所以 這個就是夢的一個基本原則 也就是說 你要關照到你的夢就在這裡 為什麼我們要記夢 是因為 我們要看到 情緒的自然的流血的一個狀態 那其他夢我們等下回來再講 休息一下